好 那么这个地震的发生地点 我们首先来看到 在这个阿富汗西部地区 有一个叫做巴德吉斯省的地方 在当地时间17号的下午 发生了规模5.3的地震 目前所知已经有26人不幸的死亡 还有数百栋的房屋被毁 那么根据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 这是一起浅层地震 因为地震的深度是18.8公里 那么这个规模5.3的地震 发生了两个小时之后 同一个地点又发生了一次 规模4.9的地震 当地的政府官员是表示说 第一批的救难人员 已经在大雨之中抵达了灾区了 不过官员们也很担心 因为这个地方和土库曼接壤的山区 是阿富汗当地最贫穷 交通也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 所以接下来这个伤亡人数 恐怕会再上升 另外一个话题要来看到的是 北韩在昨天又再发射了两枚飞弹了 是这近两个礼拜以来第四度的飞弹试射 密集度跟时机相当的不寻常 有专家就指出这个平壤当局 或许是想向他们自己国内的人民来展现 他们不会因为这个面临经济困境 而荒废了国防以及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那么也有可能和大陆有关吗 美国希望这个北韩放弃核武 但自从拜登上任之后 双方谈判就停滞不前了 而针对北韩这个月初的飞弹试射 那么拜登政府上周是首度宣布 要对北韩实施制裁 南韩就有学者指出 那么这个昨天的这一次试射 就有可能是要针对美方制裁 做出更强烈的反应 来展现出北韩不想在这个秀肌肉方面输给美国 北韩这一次的飞弹试射 距离2月4号北京冬季奥运 开幕只剩下几个星期了 而这一届的这个冬奥 对于大陆的声望相当的重要 也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专家 就认为说 北京或许不太开心见到北韩试射飞弹 不过最后很可能还是会给予一些包容的 因为这些试射其实并不涉及 核武或是长城飞弹的测试 这个核武跟长城飞弹才是大陆的红线 那么北韩专家李雷夫 则是告诉英国媒体BBC 大陆在经济上头支持北韩 也在军事上协同合作 他表示有鉴于两国战略关系 北韩领导阶层很可能 是要赶在北京冬奥登场前 完成今年初的军事演习 还有飞弹试射 不过这些都是国外的专家学者的看法 对于北韩频频进行飞弹试射 昨天大陆外交部也做出了最新回应 一起来听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以及近期朝鲜半岛形势各方面动向 半岛形势走到今天 事出有因 我们呼吁有关方面 着眼半岛和平稳定大局 坚持对话协商的正确方向 共同致力于推进半岛问题 政治解决进程 讲中大陆说要来关心 北京是日前有通报了一例首例的 Omicron本土确诊个案 所以北京昨天也赶紧召开了疫情记者会 官员就指出说 这一名患者他表示 最近曾经收发过国际邮件 根据追查之后发现 这封邮件1月7号从加拿大寄出之后 途经美国还有香港最后到达了北京 那么经过核酸检测 结果显示是带有新冠病毒的 其中在这个邮件的包装外层两件 内层两件还有这个文件里头 里面的纸张样本 一共有8件上面都验出了 有病毒确认是Omicron 那么北京的卫生官员就表示说 这个邮件在运输途中 可能有8个人接触过 除了这个确诊者之外 其他接触人员核酸检测 结果显示目前是没有感染的 另外这个卫生单位也采集了54届 同一个来源 不过发往其他地点 还没有拆封的国际邮件 目前已经检出有5届 同样带有病毒 那么经过了基因的定序显示之后 分析显示之后 北京这个病例和近期大陆境内报告的 Omicron个案是有所不同 他们不属于同一条传播列 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基因测序分析显示 病毒属于Omicron变异株 BA.1进化分支 与北京既往病例 以及近期国内外省市报告的 Omicron变异株均存在差异 不属于同一传播链 与2021年12月北美的和新加坡等地分离的病毒 部分毒株相似度较高 不排除其境外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能 目前全球拼打疫苗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呢 就在以色列 以色列初步研究发现说呢 打完第四剂疫苗之后 恐怕还是不足预防这个Omicron 一次来听 那么以色列呢 从上个月开始就提供给一些比较脆弱 或是高风险的族群来施打第四剂 根据这个医疗中心初步发现呢 虽然第四剂可以把这个抗体浓度提高到 比第三剂更高的水准 但是想要对抗Omicron的话呢 可能还不够 这个专家就直言说 要能够不被Omicron感染 所需要的抗体浓度 对于疫苗来说太高了 那么目前这一项初步研究结果呢 还没有正式发布 不过已经是世界上第一个 此类研究的结果 讲到这个染疫呢 拜登总统最近又身陷染疫危机了吗 因为他身边又有军方的高官确诊了 这一位就是美国的参谋首长 联席会议主席密利 他又检测出了病毒阳性反应了 不过症状轻微 目前已经在隔离当中保持远距工作 他的发言人指出呢 密利最近一次接触到拜登总统 是这个月的12号 在一名这个退役将领的丧礼上 密利发言人指出呢 密利在接触拜登的前几天 还有接触过拜登过后 每一天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的 一直到昨天才验出阳性反应 那么其实密利呢 也已经打过疫苗了 也打过了追加剂 而另外呢 国防部长奥斯丁 也在这个本月初验出了病毒阳性的反应 一直到1月9号在验呢 才呈现阴性 所以呢已经是结束隔离 重返工作岗位了 在欧洲疫情同样也是居高不下的 欧盟支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呢 周一宣布因为他的司机确诊 所以呢他立刻取消前往法国出席 欧洲议会全会的计划 那么这也不是范德赖恩第一次 因为密切接触了确诊者 而必须隔离哦 他在2020年10月的时候呢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哦 因为呢 他身边有一名幕僚 而且是很亲近的幕僚也被验出 这个病毒的阳性反应 让他不得不离开峰会现场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提供给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